底层射手翻身做故事爷 给小杰打个电话吧 作为话我看前一任大队长 因为分第一被我给取代了 故事爷啊 真的 我是非常认可你的实力你知道吧 在话号山中我真的没有觉得 一个人比你的实力强过你知道吧 就是说实话 你告诉你既然这么强了 是吧 那你肯定也不怕输 要不然这样 我跟你体验一把 我来OB你怎么样 我觉得那完全是no problem 哎呀我没想到故事爷 我能也帅 打游秀厉害呀 我可说话声音也好听啊 兄弟们这就是故事爷啊 兄弟格局真的大呀 什么故事的 公民上给我靠不故事爷 什么意思 如果说我在现场 我看你我就 给你拿一个 那还是算了吧 哎 顾爷爷能不能搞一把 能不能给我打一把 哦来来来 你来你来发文码 给你扫码小杰 OKOKOK 我相信你的实力就算掉了 也能打回去 掉了打回去分数无所谓 重要的就是我上第一是什么 为了让兄弟们 都体验一下这种高负乱的感觉 哇 顾爷爷的格局打开了呀 农地生辉对不对 我跟你说 以后要谁的话 那我能诋毁我故事爷 我跳起来一脚 给他炫到垃圾桶里面去 你懂吧 哈哈哈 喂喂喂 故事爷 我也能排队吗 这排队估计排不了了呀 奈白哥 太多人排了 就连直播间 观众都要排队 都让我给他们来一把了 哈哈哈 如果说巅峰第一竞技赛出了 直接给我顾爷洗一个月的脚 嘘 洗一个月的脚 不太好吧 小羊 给我顾师弟点点举报 我直接开始给他 试制小调一下好吧 不然我打我就直接毁掉 哈哈哈 没事哭 习伯 我帮你求一下琴 你就给我表你玩一把吧 我真的给你跳到啦 顾师爷 调却你了顾师爷 OK OK 好好好 顾师爷你能真好 你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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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在群群啦 那我还能说什么呢 借 借 你顾师爷